字幕《 公募員》 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正在做公眾資訊 還要做四個月 為何要做那麼久 可能只是想安撫公務員 事在必行 因為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最主要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他們要取MPF的話 其實是65歲才有得拿 那你60歲退休 中間的五年怎麼辦呢? 真的丟丟丟丟 65歲才退休呢? 就剛剛 fit 到塌塌陷 那不會中間有個卡拉奇 所以其實都是希望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的 第二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不肯生孩子 所以人口老化的話 我們的勞動人口比率會跌很多 所以都希望公務員 可以延長退休年齡 讓我們的 labor pool 即是公務員 以至到整體勞動人口 可以多些人做長一點的事情 這些事情 真的不用我講的 很容易明白而已 但是真的要講的 就是由解困新聞學角度看 究竟這個究竟是問題還是答案 很多傳媒很簡單而已 覺得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總共有兩大問題 由批評的角度出發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到65歲 怎麼給他錢呢? 第二就是 會不會有馬防文化呢? 會不會益自己有呢? 這兩個問題呢 我覺得都是多餘的 根本就不應該是諮商的重點 人家多做五年工 對社會沒有貢獻 都能幫到整體經濟的嘛 當然是自然要提供他的MPF 自然要給他多一些錢 因為他都會有所貢獻的嘛 第二所謂馬防文化呢 我是覺得多餘的 難道真的延長退休年齡 忽然間就是馬防文化? 那些馬防本來沒有 延長退休年齡 馬防出現了 當然不會啦 現在那個升遷制度 怎麼升哪個公務員 根本上已經是會養成馬防文化了 那馬防文化根本就一直都在 不會因為你延長退休年齡 才會跟馬防站出來的 還有 你說馬防文化 就是益自己有啦 現在的公務員 很幸做到65歲 很多快要退休的那些 都有跟我說的 我也認識不少公務員朋友的 有的簡簡是不延長啦 那些錢當然是先放進口袋啦 萬一真的政府不夠錢財赤的話 我的退休金怎麼辦呢 所以你不用怕了 就算真的有馬防的話 他也未必真的會自己有 因為很多人就未必肯留到65歲 這個假設是錯的 所以最後我們應該看看 究竟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是一個什麼? 答案 這個才是solution journalism的精神 答案就是 現在就沒有普選 將來有了普選之後 其實行政長官就代表著香港人 去做一些政策 決定的 所以政策的延續性 所謂policy continuity 就很重要了 但是 流水的問責官員 只是最多做五年 還會想怎樣尋求連任 公務員就不同了 如果他能夠延長他的退休年齡的話 對怎樣延長的政策 政策的延續性 怎樣可以更加smooth 去將不同特首定的政策 搏在一起 是絕對有幫助的 所以 從未有普選 到有普選 這一段交接期 其實就更加應該快 延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這樣就令到政策 下接更加順暢 這就是答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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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